主席 沒有想到嘛 所以要向你邀請 我們台上報道問他 也不好意思 這個國家怎麼變這樣 我拜託人做 我做到就覺得 我沒有做也不好意思 但是 委員的直訊很有意義 他剛才入委員說 其實我已經問過了 非法的外勞 他有地方去 他剛才有講 價格反而比 合法還高 所以這不是價格問題嘛 市場需求 為什麼非法的反而高 合法的 有公定的 有政府的法律保障 但是他既然是非法的 在美國非法是被保歉的 你沒有合法的 我一個保歉就你了 潛逐出境 七族出境 所以他會比較低窄 他會比較 身上更加快 被保歉的一群 台灣非法外勞 反而是大家掩護他 負責掩護他 台灣有很多非法外勞被剝削 也很多 也很多被剝削 他為什麼要被剝削 他為什麼要被剝削啊 但是他既然能夠生存 我們了解到的 真的 代益不低 代益反而高 你了解 被剝削的可能是一部分 不能說沒有 他回去不好 但是沒有被剝削的 純實 請你比較高 我告訴你 你要抓非法外勞很簡單 把所有中介的點下去 都要聽聽一句 一句就知道了 那些合法的中介 在那些坎 那你現在要規定怎麼樣 逃跑著 半年內 不能 再 不能合法雇用 要等半年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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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咦 那 政府這一個行動 不確實際 違反經濟原理 不確實際 做borg 数 非法的 大章齊行 怎麼辦 你要改決啊 你要改決啊 要改決啊 美國是怎麼 美國是就地合法 這個時間後就合法化了 特色 移民政策我們不敢做 對啊,我們不必有移民政策 他竟然可以偷偷摸摸 生存十年 他都在台灣都適應 他也有市長需要他 你為什麼不跟他特色啊 美國做得到,台灣做不到嗎 特色的就移民了 就是我跟委員幫那是移民政策的問題 對啊,那你為什麼 勞動政策 勞工政策 沒有人口政策 沒有移民政策來搭配 你勞工政策當然是僵化 動彈不得 這是第一 第一,現在所謂的這個 勞保基金財務缺口 六到七千多億 這只是我們現在 勞委會必須面對的 勞工困境 有關問題的一部分 而已 這是要全面財政改革 前面的財政改革 是靠總統和行政議長 靠天 靠台灣兩個新鮮 這個叫做總統 這個跟行政議長來改革 不然這就是大家等死 現在這樣的財政困境 下去是大家等死 拿到好處都不敢放 其實也不是好處 是別人比他更差 所以比起那些 變壞的 他還算好 所以產生相互的怨對 仇恨也造出來 整個財政都沒有彈性 應該 一個歸零的思考 經濟財 大家都減 經濟好 大家都在增加 這樣又挖起來 不是啊 該減的 以後呢 在做的越來越少 在吃的越來越少 生之則寡 實之則重 國恨王 古信 古早就跟你們分析了 我們的經濟結果 我們的經濟結果 勞動力結果 就是往生之則寡 實之則重的方向 在走嘛 而且已經很嚴重了 這一點 勞保基金 你們那個監理委員會 你們監理會 何等能耐呢 幫人家管理這些基金 那他負起什麼責任呢 那政府幫他做背書 如果他的收益不符 這個定期存款的 什麼規定 就要撥補 那現在所有的狀況 該撥補的撥補沒有 有沒有作假 股票賠錢 不敢記賬 不賣就不賠 其實已經賠很多了 那賺的賣掉了 算進來算賺的 那賠的放著 沒有賠 有沒有這種事情 隱藏性的 這一個損失 隱藏性的損失 不敢公開 有沒有作假賬 來 報告一下 應該沒有 那如果有要貴 沒有啦 報紙都等了 三百八十四億啊 而且這個資料還不完整啊 那到底多少 套勞 套勞就套勞 做套勞 做套房的 跟委員報告 這個監理委員會 對於勞保局的這個財務的監理 這個沒有 絕對沒有做假賬的這種情形 沒有 那我們都是在每個月的財務報告裡面 我們都會 有這個學 那現在你擁有多少多少股票 沒有賣 擁有這個 擁有的期間多少 你資料有沒有 這資料出來 什麼時候買進多少 賣出多少 現在有了多少 然後現在的市主多少 那時候買進的 這個價格多少 這個統計給我們 連監理委員這個資料都沒有 那什麼是監理委員會呢 那太太離譜了 有吧 有這個資料吧 是這個資料是有的 那我們會後來提供給委員 好 我們來算 因為時間關係 還有一分鐘 來 勞資糾紛 我也曾經執行過的 但是你都親切帶過 現在的這個勞動市場秩序 已經混亂成一團 卡債的 卡債的 也不只卡債 負債 銀行要追討 所以他不能有薪水的收入 一收入一入帳 債主就來了 討債公司就來了 所以他 如何隱藏他的收入呢 就是不敢當正式的勞工 即使正式在上班 每一天都是正常八小時 他的薪水 他也不敢加入勞寶 也不敢加入勞寶 那這個怎麼辦 如何脫鉤 勞寶跟薪資如何脫鉤 對這些部分特別處理的 不然你沒完沒了 他不敢加入勞寶 但是有一天他發生意外 風事故 高起來兩人都糾紛 老闆的倒楣 我已經好心 這個人不請一 不能加入勞寶 我給他請 今天說倒鉤 說我沒有鉤 有勞寶我用法 亂成一團啊 這個多少 這在台灣多少 你統計沒有 這統計沒有 人家是隱藏心思耶 他是隱藏性就業 就業不敢報告 他是隱藏性就業 這個多少 你也沒有統計 所以老委會 失能了嘛 已經不符時代的需求 你的功能都 不符現在的狀況了 委員提的那個 大概是比較少數的現象 我講得很嚴重 那個是比較少數的現象 搞不好是10萬以上 20萬耶 看我 所以台灣亂成一團嘛 這國家喔 沒望也掰